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方法院口粮他没有带通讯器材 有意隐藏踪跡 有逃亡及勾穿之鱼而准压 穿着紫色上衣 双手上铐走上球车 先前开着小艇传入淡水河的中国籍 软性男子表示 不后悔来到台湾 软性男子九号驾着快艇穿越两百六十公里 海域直冲淡水渡船头 还撞了一台交通船 当场被海巡人员 逮捕 扣留船只 检方依違反入出国及 移民法生压 法院考量他没有带通讯器材 有意隐藏踪跡 裁定收押警戒 软性男子过去曾经担任解放军海军舰长 这回自称为了投奔自由才会来台 士林地缘认为 软性男子的犯罪手法 缜密 本案攸关国家安全 有待检察官持续侦查 无法藉由聚保择负或是限制住居等手段代替 裁准积押警戒 昨天下午有多架中国级的民航机飞越金门马祖上空 引起了各界关注 民航局表示下午中方航管单位有电话联系 台湾航管单位表示因为天气因素 可能会有民航机绕飞马祖或者是金门的上空 飞越金门马祖本岛上空的中国级民航机所属的航空公司 包括了厦门航空 澳门航空 东方航空 还有首都航空 民航局表示 经过观察 这些民航机飞越高度 没有进入到我方所辖金门以及马祖的终端管制区域 尚未影响到我方民航机的飞航 为了维护飞航安全 航管单位明确回复 误进入马祖金门终端管制区域 而在海军名船舰上服役的24岁欧姓上兵 声称因为不想当兵 在前天晚间10点半的时候 趁军舰出海征询 从甲板跳海 自行游泳到和平岛公园上岸 向台船公司的保全求助 送医检查无碍后 昨天已经由军方人员带回 海军表示 这一名上兵疑似因为家中因素 企图逃兵 目前已经正在积极辅导当中 消防人员户报道场一度怀疑证明从海中游上岸的男子身份 经警方确认他是在海军名船舰上服役的24岁欧姓上兵 欧南公称因为不想当兵 才会在军舰出海不久就跳海 游泳到和平岛公园体力不支 找台船公司保全求助 送医检查无碍后 十七号清晨六点已由军方人员带回 海军参谋长指出 欧姓上兵以上传服役四年多 会发生此事是因家中因素会再进行辅导 而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四十条之一 离营第七天起才视为逃兵 若在期限内回营仍需接受行政调查 确认有逃兵意图就须惩处 国防部统计近五年军事机关 移送侦办军人逃兵案为四十八件 像是去年三月金门二胆成姓上兵 游到中国表达不用回台遭检方通气 至于今年四月台南部兵二零三旅 出现首例一年期义务役翻墙离营 五月也有成功领义务役造姓二兵 反营前落跑的事件 却认为国军从过去的制度化管理 逐渐迈向人性化 能让类似的状况减少 国防部长顾立雄上任后 已宣布取消官兵收假回报 但朝野理委表示 收到不少基层官兵陈勤 部队没有落实 顾立雄承诺会在部内会议 再度要求严格执行 遇到状况才需回报 以减轻官兵附和 接听张国良综合报道 天气资讯带你一起来关心 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东 京风37.2度 气象鼠也针对台东地区 发布了高温橙色灯号 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要请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 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 慎防热伤害 而受到封面的影响 水气增多 环境也不稳定 在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午后加上热力作用 中部以北 宜兰 花莲地区 还有各地山区也要注意雷震雨的发展 尤其是在大台北 东北部地区 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 雨势会比较明显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 要提醒金门 马祖地区距离封面比较近 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 没有下雨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低云或者是雾 影响到能见度 外出的时候要请多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 气象鼠刚刚有说到 持续对台东发布了高温橙色灯号 也就是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 昨天在台东北南乡 就有一名58岁的张姓农民 疑似热中鼠昏迷 左姓刚好被附近也正在工作的农民发现 赶紧通报求援 经过抢救之后顺利救回 炎炎夏日高温难耐 尤其在田里耕种的农民 更是热伤害的高危险群 昨天在台东北南乡 就有农民疑似热中鼠昏迷 瘫倒在货车驾驶座 附近农民见状赶紧通报求援 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 次向鼠持续针对台东发布高温灯号 昨天全台最高温在台东 风飙出三十七点二度 五十八岁的张姓农民 疑似不敌酷热 失去意识昏迷 一度量测不到血压 索性经过大约二十分钟的抢救 恢复血压 让众人松了一口气 还好附近农民发现不对劲 从鬼门关捡回一命 救护人员也在车上找寻药物 拼凑病史的蛛丝马迹 卫福部提醒容易因高温而造成热伤害的族群 包括婴幼童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慢性病患以及户外工作者等 务必要保持凉爽 补充水分 提高警觉 记者张明哲 朱凤之中健康 综合报道 希腊知名的度假圣地科福岛的海滩 十六后发现了一名失踪的美国游客 不过当时已经死亡 这是六月至今希腊第五名观光客被热死 因为当地尽情面临到热浪 高温飙迫摄氏四十度 再加上有许多外国游客 喜欢在岛上践行 增加中暑还有热衰竭的风险 专家提醒前往户外应该要戴帽子 穿浅色衣服 适时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水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持续搜寻失踪游客 希腊知名度假圣地科福岛传出多名游客失踪 救援人员还带着搜救犬 希望能找到失踪游客 不过坏消息仍持续传出 一名虚众的美国游客 十六号在沙滩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许多外国游客都表示 天气实在是太热 南欧国家近来面临热浪来袭 高温纷纷飙破四十度 希腊首都雅典一度 还因为天气太热 著名旅游景点未成 十二号宣布暂时关闭 科福岛高温也上看四十度 而且许多游客喜欢在岛上 沿着偏僻的小径践行 增添重暑与热衰竭风险 专家提醒前往户外应该戴帽子 穿浅色衣服 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 这已经是当地一个多星期 第三起游客被热死的事件 上周六一名七十四岁荷兰游客在萨摩斯岛徒步旅行后失踪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六月五号则有三名游客死亡 而且目前还有数人失踪 公司新闻政委任编译 来看今天的早餐速报 首先是自由时报 一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 互控对方有外遇 上购物网站买附有两名证员签名的离婚协议书 夫妻签写之后登记离婚 事后妻子声称 和两位证人素未谋面 证人也为亲自见闻他们离婚的争议 如此离婚无效 台南地方法院查任属实 判这一对怨偶婚姻关系仍然存在 联合报来看到土地银行等八大公股行户 昨天召开如何强化新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管理 未来除了新青安的新户要签窃书之外 行户也会追查旧户 有人投户 转租等不合规的情况 就必须要归还政府以及行户的补贴利息 并且减少宽限期缩小借款的期限 中国时报来看到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民调显示 针对是否支持行政院对国会改革修法提付议案 51.9%的民众支持 33.5%的民众不支持 台湾民意基金会说 无人期盼借此厘清仇野争执 究竟是在瞅什么 继续来看到台积电准备要在嘉义太保的南科嘉义园区 新建两座COAS先进封装厂 不过第一厂疑似挖到了遗迹 目前已经暂停施工 依照文子法启动了抢救挖掘 南科管理局表示 台积电已经调整工序 将会提前新建第二厂 目前正在申请建筑 工地被拉上封锁线 禁止进入台积电 选定南科嘉义园区 振兴建第一座COAS先进封装厂 五月才刚动工 月底就疑似挖到遗迹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 文资审议委员到现场勘查遗迹现况 决议抢救挖掘 后续择一文资法规定办理 但一级插取导致停工 也让外界好奇是否会影响 台积电的建厂开发进度 目前因应这个状况台积电 他调整工序 就把P2厂同步启动建厂 那目前南科管理局 全力来协助他们相关的申请 据了解台积电上周已向管理局申请 第二场租地建厂 建造也在申请中 实际走访园区第一场虽内部已停工 不得再向下开挖 但17号下午仍可看到怪手及工人 正在整理外部环境 南科管理局强调 等相关文资抢救完成 第一场就可继续施工 加上第二场提前施工 预估两场的整体施工计划 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将全力协助相关行政程序 记者孟昭全程 欢迎许正军嘉义报道 癌症连续第四十二年 蝉联国人十大死因的榜首 第二第三位则分别是心脏疾病 还有肺炎 而一百一十二年 国人死因统计结果 死亡人数比前一年减少了 两千八百六十三人 主要原因是来自新冠肺炎 死亡人数的减少 另外一方面 癌症死亡则是以肺癌最多 卫福部公布最新国人死因统计结果 一百一十二年死亡人数二十万五千五百七十五人 比一百一十一年减少两千八百六十三人 进一步看死因的分析 癌症仍位居十大死因之首 已经连续四十二年蝉联第一位 第二第三位则是心脏疾病以及肺炎 而新冠肺炎一百一十一年 位居第三位去年降到第六位 而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则 恢复至疫情前的排名 一百一十二年跟一百一十一年相比 那大概是少了五千多人 那在去年因为COVID死亡人数 大概是八千多人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目前大概是一千例左右 目前预估呢 今年的一个死亡率呢 可能会低于去年 在癌症死亡发生时钟上 一百一十二年平均每九分五十三秒 就有一人因为癌症死亡 比一百一十一年十分七秒 快了十四秒 去年癌症死亡人数为五万三千一百十六人 而十大癌症死因顺畏 则和一百一十一年相同 癌亡肺癌仍位居十大癌症第一名 第二名肝和肝内胆管癌 第三名结肠直肠和肛门 去年癌症死亡者之年龄中位数为七十岁 男性六十九岁 女性七十二岁 所有癌症都是一样 它的成因不明 实证上面告诉我们肝癌的成因中 有六成到七成是病毒性肝炎引起的 就是各位所耳熟能详的利息性肝炎为主 有百分之二十的这个肝脏的问题是跟脂肪肝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癌症自七十一年起都居十大死因的首位 但从统计资料上也看到四十五到六十四岁以及六十五岁以上高龄者事故伤害死亡都是以跌倒排名第二 因此需提防高龄者跌倒的风险 另外六十五岁以上自杀死亡率 虽然比一百一十一年下降 不过其余年龄层有回升至疫情前水准的趋势 需持续关注 记者吴咬与朋友组推广报道 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造成了六人死亡 超过二十个人轻重伤病 有人就算出院还笼纸在阴影下 体力也变很差 小机会已经从昨天开始受理收件 只要达到二十人以上 就会代表受害者向法院正式提起团体诉讼 预估总体求偿金额可能会破译 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从三月发生至今 有受害者历经与死神的搏斗 总算康复出院 但也有家庭从此天人永隔 七位重症中有六位死亡 唯一一位康复的黄小姐至今笼罩阴影 不敢吃东南亚食物和果条 而且体力变得非常差 黄小姐已经收到市府汇款的医疗费用 以及大时代广场给的一万两千元未问金 但这对受害者后续未知的身体健康影响 和精神赔偿来说都远远不足 目前已经有三十位受害者 表达由肖机会提起团体诉讼的意愿 肖机会从十七号开始正式收件 只要达到二十人以上 就会依法提起团体诉讼 求偿金额可能破亿 肖机会也已经开始讨论未来可能面临的法律攻防 由于保龄茶室业者可能没有能力赔偿 依法企业经营者也需要负起连带责任 像是原摆大时代广场以及厨师员工等 未来受害者至少还能够获得一些保险赔偿 记者朱凤之无奇昌台北报道 有民众日前到台北的士林夜市 买糖葫芦给家人吃 结果才吃到第一颗 就吃到了发霉的糖葫芦 质疑品质有问题 卫生局将会派人前往稽查 夜市里各式各样的小吃 总是让人看了食欲大开 不过日前有民众到台北士林夜市 买糖葫芦回家给家人吃 却发现糖葫芦竟然发霉了 画面在网路曝光新奇讨论 我会觉得这间店可能之后不会再来 仔细看民众买回家的糖葫芦 外面裹着甜甜的糖衣 不过在水果地头的部分 却出现白色发霉物 po民众表示才吃第一颗 就吃到发霉的糖葫芦 还好将人刚吃到 就看到发霉吐出来 至于品质有问题 事发后士林商圈理事长 代替摊商发言道歉 他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投诉 他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天气很闷热 有下大雨 这几天的生意比较不正常 比较不好 所以说他有剩了很多余货 他没有检查说那个食材 也没有变质 他也承认说是他的蔬师 当指控了摊商事发后 低调照常摆摊做生意 至于原先的库存余货 已经全数丢弃不再使用 而是全部更换成新鲜食材 确保食安无余 北市卫生局则表示 会派人前往稽查 毒物专家呼吁霉菌最容易在温暖潮湿环境中滋身 呼吁食材要妥善保存 另外民众在吃之前 最好先注意食品外观 有发霉 如果有发霉 最好丢气不吃 才不会造成食物中毒 记者原刺 谢其文谈报道 台东县有民宿业者 被游客检举 民宿的公共浴室 装了针孔摄影机偷拍 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目前这间民宿 已经关门停止营业 业者也道歉 自称不会再经营旅宿业 县府则是回应 一旦调查违法 将会撤销民宿的登记 台东县政府 稽查人员前往调查的时候 这家民宿已经关起大门 业者也表示 不会再从事旅宿业 县府表示 业者的行为 已经涉嫌违反发展观光条例 以及民宿管理办法 最重可废止民宿登记 台东县民宿协会表示 这家业者不是民宿协会的会员 80多家的协会会员 都会遵守政府规定 在公共区域装监视器 一定会让游客看见 并且张贴公告 接下来关心亚东医院急诊医师揭露 急诊在人力紧迫下 抢救无生命真相的患者 同时间还需要处置 多位状况急迫的病人 感叹燃收殆尽 医护团体指出 这凸显了医护人力 长期不足的系统性问题 亚东医院急诊主治医师朱胜恩下诊后 记录下当晚忙碌状况 连续两个欧卡病患送来 用掉医院最后两台叶克膜抢救 其中还有一位紧急书写 同时间多位状况急迫病人 陆续送入急诊 而当晚因为大量护理离职关系 重症急救区原本只能排除两个护理师 后来才增派人力 超量负荷让团队燃烧殆尽 朱胜恩指出 经过良好训练 可以同时处理多位急重症的专业护理师 现行制度下 每个月仅有四到五万元薪水 制度不改留不住人 在第一线抢救生命的这些医护团队 包含护理师的待遇 不如是在医美的这些护理师的 对此台湾医院协会 医师工会全联会 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等 五大医护团体 共同发出声明 医院受限全民健保总额预算天花板 无法向其他产业转嫁亏损 又面临通货膨胀 现在除护理师出走 还有新药延迟进入台湾市场 医科学生不愿选择急重症科等问题 都一一浮现 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健保总额支出制度 从支出上线转为支出目标制 检视健保点值合理性 医改会也呼吁 特定科别的人力荒 需对症才能下药 长期忽略 其实主要分布在特定科别 以及场域的一个情况 那医改会认为 应该要加速及时广益 更能反映护理脑洞现况的做法 关于其重症量能的部分 我们一直都有在监测 如果有这个可能量能的过紧的情形 我们会立刻邀请这个地方 卫生机关还有医疗机构 一起来商议 然后做这个资源的调度 对于第一线医师反映 集中症人力吃紧 卫福部表示 对于集中症量能都有监测 若有超量负荷 会启动转院等既有机制 而对于整体护理师缺工潮 卫福部已经提出 透过增加国考次数 调整奖励机制等12项方案 希望减缓现有护理人力短缺问题 记者宣传林间台报道 酒驾问题还是难解 近年双北市的取缔建素 不显反增 去年更是超过了一万件 有学者分析 背后原因复杂 再把罚则提高 也未必会有效果 民间团体则是建议 加强奏欲宣抖 强化正确的观念 也要注意累贩的酒精醇饮问题 在警察眼皮底下 开车跨越双黄线 警方抓违规 驾驶加速逃逸 怎么这样作罪心虚 原来这名男子六瓶啤酒下肚 深夜酒驾上路 同样酒后开车 也由女驾驶 蛇行立下 撞上歧视 超过零点二 我是公共危险罪 那现在怎么办 其实前年开始 中央已推新法 对酒驾犯加大处罚 不只提高财法金额 公布现任照片 也有乘客连坐法等措施 但双北警方抓酒驾 从二零二一年七千四百多件 隔年上升到九千五百多 去年更冲破一万件 案件数不减反增 双北的取缔案件多 警方分析可能是疫情解封 有学者认为与执法强度有关 反观国内其他县市 虽然部分取缔量下降 但酒驾伤亡人数出现增加趋势 全国的酒驾事故死伤 去年相比前年甚至还增加百分之 一点九 面对酒驾问题 有学者表示 再把财法拉高未必有效果 应该探究酒驾背后原因 找出应对方法 关注酒驾议题的民团野忧心 暑假即将到来 年轻人恐承酒驾的高风险族群 建议加强交易 也该注意酒驾累贩酒精成瘾问题 细致陈冠军 中国海警局从15号开始扩大海权 让中国海警可以拘留 涉嫌侵入争议海域的外籍人士 而中国海警就指控 菲律宾渔船在仁爱礁临近海域 接近中国的船只发生碰撞 不过菲律宾则是驳斥 中国的说法有欺骗和误导性 双方是再度发生了针对 中国海警船跟菲律宾渔船 履履在南海区域爆发纠纷 这个月15号开始 中国海警局开始实施 2021年通过的法律 扩大中国海警执法权力 新制度才实施不到两天 中国海警17号就发出了声明 表示对于进入南沙群岛仁爱礁 临近海域的菲律宾一艘运捕船 采取管制措施 中国海警的新规定 允许海警在不经过审判之下 就能够拘留涉嫌侵入争议海域的 外籍人士最长达60天 也允许海警在管辖海域中 对外国船只使用致命武力 尽管菲律宾知道中国新规定要上路 但菲国军事首长依旧敦促 菲律宾渔民继续在南海 专属的经济区捕鱼 双方船只17号发生碰撞之后 中国海警将顾错方全部指向菲律宾 表示菲国运捕船 无视中国海警的警告 以不专业的方式 故意危险接近中国正常航行的船只 导致发生碰撞 对中国的指控菲律宾武装部队 公共事务办公室反驳 表示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采取野蛮和不认道的做法 不会认可中国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说法 但也不会说明菲国补给任务的细节 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也忧心 中国海警的新规定将会加剧南海的紧张形势 菲律宾也已经在15号向联合国递交申请 声称有权确定其大陆棚的外部界线 到西部巴拉旺岛外海350海里 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的最大范围 公文信任陈胜秉 以色列最新一波政坛震撼弹 就在中间派反对党领袖甘骑 还有盟友埃森克特相继退出战时内阁之后 总理纳坦雅胡十七号宣布解散战时内阁 早在中间派反对党领袖甘骑 宣布分道扬镳之后 各界就预料总理纳坦雅胡很快就会解散 由六名成员组成的战时内阁 自甘茨八天前退出战时内阁 就有来自极右翼部长们 想要补位的呼声 纳坦雅胡这项决定 有助于缓解财长石墨崔克 跟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等强硬派人士 要求改组战时内阁的政治压力 根据以色列国土报的报道 战时内阁时期讨论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将移交十四成员组成之安全内阁 班吉维尔石墨崔克军在列 敏感决策将采与一小群部长 包括曾是战时内阁成员 国防部长格朗特 战略事务部长德莫尔等 以磋商会谈方式进行 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 解散战时内阁并不会影响指挥作战系统 公事新闻黄远玲编译 乌克兰和平峰会十六号落幕 有数十个与会国家在峰会的最终公报上 以致同意俄乌双方应该就结束战争 进行和平对话 并力挺乌克兰的独立 还有领土完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重申 俄国撤军就可以谈判 也借这个机会拉拢 没有参加和平峰会的中国 为期两天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十六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落幕 数十个与会国家在峰会 最终公报一致同意 实现和平需要各方参与和对话 并重申乌克兰的独立与领土 完整承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再次强调 只要俄军从乌国领土撤退 明天就可以开始展开和平谈判 也借机拉拢没有参加峰会的中国 泽伦斯基也呼吁中国 能当对乌克兰伸出元首的朋友 多国领导人亲自出席峰会 法国总统马克宏强调 俄乌停战的条件不包含基辅投降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还带来超过十五亿美元的援助 用于改善乌克兰能源和人道情况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更痛批普提并非认真想结束战争 这场峰会有超过九十国语会 目的是要讨论如何结束俄罗斯发动了这场长达二十七个月的入侵行动 并凝聚世界各国意见 不过俄罗斯并未受邀 克里姆林公强调 普提不排除与乌克兰谈判 但希望谈判结果能得到保证 此外参加此次峰会的印度 沙奥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维持之前不选边的立场 并未在这份带有谴责俄罗斯意味的 联合公报上签字 印度基于历史情谊以及不结盟 多重选择等思维 自俄乌开战以来 未曾公开谴责俄罗斯 也不曾参与对俄制裁 印度外交部敦促俄 透过外交对话寻求和平解决之道 公司新闻这位任编译 今年是全球大选年 包括英国还有美国大选 都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录取登场 而极右派势力刚在欧洲议会 斩户更多的席次 也让更亲友的欧洲议会 牵动欧盟甚至是全世界的政经局势 极右派势力 今年来在欧洲逐渐扩大 在刚落幕不久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更一举成为最大赢家 习次就五年前的选举还要更多 有望左右未来五年欧盟政策的制定 但也以来学者担心欧洲的民主基石会被撼动 谁将成为下任欧盟最高外交官 备受关注 现任的波瑞尔就曾在选前一个月 对台海议题表态 不会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 但也呼吁台湾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且并不影响欧盟与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它变成为更多的问题 必须要联系到货币从另一边的世界 作为一部分的货币 当然台湾是非常关注于这些货币 所以任何试图的选择 是一个可能性的货币 对台湾的国家像台湾 我认为,尤其旁边的正确正在这些选举 我认为,这个最重要的国家的危险 是是有减少的开放 国家的国家无法拎开更多的營業 保持更多职业 极右派势力崛起 接下来欧盟27个成员国 该如何在政治经济以及环境上互相合作 又会如何影响全球局势 全世界都在看 共事国际记者章云荷兰 格罗林根采访报道 总统赖清德日前在陆军官校 百年校庆上致辞时表示 不能够接受守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 台湾从未求战 总统赖清德的重点是要有抗敌决心 强调会以不对称作战 削弱敌军的战力 不能够接受守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总统赖清德在陆军官校百年校庆上的一席话 让马前总统办公室 抨击他市引战总统 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 台湾从未求战 赖总统的重点 是要有抗敌决心 顾立雄指出 我方才首次作战 目标是以不对称战力 削弱敌军 瓦解清台企图 并证实国防部将仿效 美军国防创新单位DIU 成立先进国防科技小组 引进先进成熟的技术跟产品 然后结合国内的产业 中科院的科研的能量来加速建构 不对称战力 至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习近平曾提及美国试图刺激 北京武力犯台 顾立从表示不清楚内容真实性 但当前很明显 中共才是区域和平的麻烦制造者 军事迷就记录到十五十六号两天 共有三艘共舰出现在宜兰外海 除了我海军舰艇监控 日本海上自卫队船舰也在附近跟肩 国防部则公布十六号一整天 征获两架次共机十艘次共舰 扰台 而朝野立委再度关切 对美采购军售延宕的状况 顾立成表示三项军购重大延宕案分别为一千七百枚脱 托式2B飞弹 六十六架F16V 与AGM154飞弹 托式飞弹部分 将在今年底前全数交货 而F16V则在第四季 遭机两架 交货时程 仍维持在二零二六年底前完成 截屏张国良台报道 就读美国官校的台湾学生徐浩铭 在今年五月底毕业 不过祖孙三人却在美国发生车祸 妈妈和外婆重伤就医 昨天有公益文化协会 和七大企业工会举办募款 希望能够除错到一千万元 解决学家人的医疗费用 公益文化协会十七号上午在台北举办 急难救助进军募款记者会 因为我国一名官校公派留学生 徐浩铭前往美国空军官校就读 上个月已优秀成绩毕业 他的母亲和外婆前往美国参加毕业典礼 却遭遇重大车祸 需要外界捐款支应医疗费用 最新募款进度也曝光 据了解徐浩铭从小家境贫困 父亲在他两岁时中风在床 全靠妈妈扛起家中生计 但徐浩铭仍以优秀成绩 获得官校推荐 公费派赴美国就读空军官校 目前他的母亲和外婆 因车祸脖子以下不能动 下肢瘫痪 外婆还要洗肾 目前台湾除了江派专机 江徐浩铭家人接回台湾治疗 后续回台后也会给予医疗协助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则抵达募款记者会 表达关心 总统在第一天接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也只是我们很多的民间的好友 或是在公益团体发起了非常多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协助 我联系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帮喜浩铭先生的妈妈外婆 尽快在他的健康无疑的下面 赶快利用专机从科罗拉多州转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华航接回来 那这个我们会尽快来完成 目前公益化协会和民间团体等单位 将协助派专机前往美国 接回徐浩铭家属 有关募款金额已筹措到七百万 期盼能募集一千万 提供徐家人医疗协助 记者缘辞 谢其文 陈伯玉 台北报道 六月是毕业季 嘉义县的福乐国小 昨天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 礼堂的天花板突然塌陷 砸中了两名家长 紧急送医治疗 校方研判是屋顶漏水 导致天花板承受过重而掉落 天花板掉在地上摔个粉碎 上面的青钢架子已有袖矢的痕迹 嘉义县民雄乡福乐国小 是既要上午举行毕业典礼时 发生意外 礼堂天花板突然塌陷 导致当时在下方的两名学生家长受伤 校方初步研判是屋顶胜漏导致天花板承受过重而掉落 目前已经将礼堂封闭 嘉义县消防局十点左右获报到场紧急救护 两名伤者分别为三十六岁与三十九岁女性 头部有外伤 其中因为首部还有撕裂伤 全送往嘉义基督教医院治疗 嘉义县教育处强调 将请校方全面检视校内空间环境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也有请督学表达关心慰问 至于两名受伤家长 经过治疗爆炸后 建议返家修养 记者杳明峰彭焕群 嘉义报道 台中市大雅区大华国中 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平常父母在夜市摆摊做生意 兄弟俩假日的时候都会去帮忙 而且两个人还是会利用空档时间读书 平常也会相互陪伴打气 在今年国中会口都拿下了 五A十家的好成绩 拿着会考成绩单 这对双胞胎姚姓兄弟 在今年国中会考表现优异 拿下五A十家的好成绩 希望就是三年后的学测 希望自己的成绩也可以这么好 然后就是自己主要是可能会想要进入 像台积电这样的大公司 因为两个在不同的班级会有不同的老师 所以可能有一些小诀窍啊 或者说那个老师怎么教的 就互相分享 互相交对方这样 爸爸妈妈不会强制 对 就可能会问我们一下 然后其实主要就是我们也想要去 为他们分担一点工作 姚姓双胞胎兄弟就读台中大雅区的大华国中 这次国中会考 两人都考了五A十家的好成绩 确定可以进第一志愿 而两兄弟的爸妈平时忙于夜市摆摊 最北到新竹 假日则是在苗栗或台中 几乎都忙到凌晨才回家 没有精力和时间照顾两兄弟 但兄弟俩也很贴心 假日不仅会去夜市帮忙 更不忘记利用时间来读书 平常从小五开始 就帮忙家里把夜市 母亲说夜市的生意是看天吃饭 哪里有人就往哪里去 一周起码有四天晚上都要摆摊工作 虽然无法经常陪伴孩子 但她希望以自己为例 鼓励两兄弟朝着自己的目标 努力迈进 未来在社会上贡献所悬 记得林健身王龙涛台中报道 2024巴黎奥运即将在7月27号登场 台湾选手力求突破东京奥运的 对史最佳成绩 这一次中华电信 爱尔达电视 公共电视和中华电视 将会攜手提供超过两千五百个小时的转播 一起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曾经获得冬奥女子拳击铜牌的黄小文 以及冬奥桌球混双铜牌的林云如 宇宙男双金牌李洋王庆林等选手 都在为巴黎奥运卯足全力准备 因为也有参加过 所以可能自己心情会更稳定一点吧 然后也希望可以平常去 平常心去参加这一次的奥运 去找教练做一些讨论 或者是去队友 或者是甚至任何人去做一些聊天 看能不能让自己的心态能更平稳 有一种获福成终吧 反正今年是最后一次 然后希望说把最好表现出来 希望把最好的样子 展现给国人看 由于李洋 预估今年赛季结束之后退役 所以能否在巴黎奥运 再获得好成绩 备受关注 2024巴黎奥运 将从7月27号开始进行 帕运则是在8月28号登场 中华电信 爱尔达 公事和华事 组成转播团队 提供2500小时以上的赛事转播 包含了OTT MOD和传统电视平台 12面奖牌分布在10个项目 平均发展这一点 我们所有体育界的协会 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很多很多的项目都有机会拿牌 所以刚刚说有16个频道 我想不晓得够不够 8月28号开始 我们也可以一起透过新闻画面 看到这些帕运的选手 他们是怎么样子在舞台上 用尽全力那种平静的精神 截至目前为止 奥运还有游泳 霹雳舞等种类的出赛资格 还没有确定 而台湾已经取得射箭 羽球 拳击等种类门票 预估有超过50名选手出展 记者曹元军谢正琳 台北报道 台南花园水道博物馆园区 去年8月会常常定时定点 出现两只零九艘 就像是镇港一样模样十分可爱 不过在今年2月却突然消失 还好最近馆方重新发现他们 而且让人最惊喜的是 这次带回来的是一家无可 听见外面的声响 立即转头警戒 呆萌的模样也非常讨喜 去年8月台南花园水道博物馆 出现两只宝玉类零角销 每天定点出现在树木上 但今年2月却消失 馆方原以为可能是受到干扰 而离开另寻期末 没想到今年6月两只零角销终于返家 更当原方惊喜的是带回一家无口 习惯于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定居了 那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度不见 那我们原本以为说 这两只零角销 可能是移迁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两只零角销不但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三只的小零角销回来 常年研究生态的野生动物保育学会表示 零角销为了躲避天敌 喜好在白天友人活动 夜间静谧的场地 而水道博物馆树木高大 树冠茂密 隐蔽性垢 加上游客出入频繁 成为零角销偏好的栖息地 这也解释为何先前常会定点出现 水道博物馆除了是国定古迹之外 多元生态也是园区的特色 先前就曾经有保育类的株梨 还有五色鸟 黑罐马鹿育除 再加上这次发现的零角销家族 都有重要的自然保育 而馆方也呼吁不要过度聚集干扰 避免影响零角销其地 记者文正和文灘报导 受到气候暖化影响 许多珊瑚礁都出现了白化死亡的情形 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 有当地的时尚设计师 把创作的雕像放到深海里 形成了岩宫渝胶 就好像是一座水下的博物馆 希望用艺术来保护珊瑚礁 被这氧气瓶 时尚设计师塔迪亚纳潜入水中 带领参观水中的各种雕像 只见雕像身上头上有少数的珊瑚礁 正在自然生长 受到气候暖化影响 许多海域的珊瑚礁因此白化死亡 克伦比亚环境部表示 当地的珊瑚分布面积 原本相当于十万个足球场大 但气候变迁 让三分之二以上的珊瑚发生白化现象 加上游客 潜水员对于珊瑚的破坏 让当地的珊瑚死亡不少 为此当地的时尚设计师塔迪亚纳 在2018年提倡用艺术拯救珊瑚 与陶一家欧索利奥和富恩特斯合作 创作高达1.5公尺高的雕像 并且将雕像放置在富埃尔特岛 周围海域约6公尺深的地方 形成人工移交之后 在上方赋予珊瑚 为了塑造这些雕像 陶一家们会在距离岛屿 约60公里远的沼折 挖掘水泽内的黏土 再带回加捏制 每一座雕像跟制作的手艺 都传承自传统责怒人的文化 目前沉入水中的雕像 已经达到25个 形成一个水下博物馆 不只能够保护珊瑚 传承传统文化 也成了新的观光景点 每年都能够接待 约两千名的潜水游客 在不影响环境生态下下水参观 关系员陈生秉宜 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带你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